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ac 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周一的市场走势 那么在上个周四和周五连涨两天之后 澳洲股市在昨天是出现了小幅的回调 加上澳洲的权重板块 四大银行里面有两个银行出现了股权出息日 因此也是拖累了大盘走势 最终的澳洲大盘是轻微下跌 大约是0.5% 在此回到了5350点 也就是在美国大选投票之前的一个高位价格 接着再来看一下中国方面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方面 我们在上周两周之前就已经开始说到 这个资源价格上涨 很有可能是国内的主力资金开始逐步进场 那么我们在现在也看到中国的股市 这两天是连涨 几乎是8连涨 目前在昨天正式的A股市成功爬上了3200点的高度 那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喜讯 对于大部分的投资者来说 我们或多或少都涉足一些中国的投资产品 那么在目前中国股市正式出现一个上涨信号的情况之下 在下周我们高会也很有可能会推出中国的A50指数 到时大家也可以通过平台投资中国的指数产品 另外再来看一下欧美方面 昨天在欧洲方面整体来说波动是和周四 周五的时候刚好相反 周五下跌0.5% 那昨天刚好是补回来大约是0.5% 美国方面涨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幅度都是控制在0.1%至0.4%之间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热门话题 我们今天早上说一下的呢 就是在市场在这个金融行业里面呢 你要进步就需要记日记 最终我们不要再做一个单纯的炮灰 那么在过去两年里面呢 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也和收银机前 包括是电脑前的朋友们呢 了解我们的节目和评论 都对金融产生了一定的兴趣 那么可能你大部分的朋友们呢 并不是在金融行业里面工作 你会想到呢 如何在这个金融行业里面呢 逐步提高自己的金融理念 那希望我过去两年的节目呢 给大家在平时的这个包括广播节目 开车或者送孩子的路上呢 带来一些欢乐 相信大家呢 经过两年的洗礼 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金融概念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是已经出现了一个分水岭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后我们也完全可以 依然是按照现在的路 就是早上听听广播 平时看看文章 然后呢 感受一下我们在这个广播 或者文章里面说到的金融市场里的涨跌 薄杀 但是如果你想真正做好做金 这个时候呢 去恰恰呢 是应该开始系统性的 规范性的开始学习金融知识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兴趣爱好吧 不论是养花养草养宠物也好 或者是这个琴棋书画 你都会呢 花上一定时间在你的兴趣爱好之上 那么这个投资或者金融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当做自己的兴趣爱好之一 每天可能花个半小时至一小时的时间 可以简单的看些书 但更重要的呢 是要做一些笔记 什么笔记呢 就是我们投资啊 不论你投的是几千也好 上万也好 在正式的 我们说到的投行 包括基金公司 在你刚毕业的那些 或者是刚入行的人 首先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通过记录笔记 记录每一天自己的交易历程来学习 那你每一天假设你交易的是两次或者三次 你要写下来这些交易 你为什么是买涨 或者是为什么是看空 你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之后呢 每天也对于之前的交易做一个总结 对于平仓之后的损失 以及获利 同时做一个这个结果 为什么当时的推断是这样 那么这个办法在一天两天可能看不出来 但是在坚持几个月半年 甚至于一年之后 你会看到呢 当一年之前 你再去看 当时的投资时候的这个分析的因素也好 或者是判断的基准也好 会相差非常之远 这样一来的话呢 会不断加深我们对于之前失败教训的一个深刻意识 同时呢 也会在脑海中呢 不断的形成一个纪律观念 就是通过这个烂笔头 我们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这个烂笔头 可以让我们对于错误有深刻的意识 对于成功能够重复再去把它验证出来 所以说呢 这个基日记实际上是你现在想进一步 这个深入在金融行业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 也是经过验证之后 经过我本人验证之后 非常行之有效的办法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刚才说到的 就是很多投资者呢 有的时候会想到 我们经常会说啊 你投资的时候不要去猜 也就是说呢 事情发生之前 你不要去抄底或者是不要去做空 因为你猜不到头也猜不到脚 那么可能大家会觉得 那么像这些索罗斯呀 巴菲特啊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投资大师 杰鲁罗杰斯啊 他们往往呢 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已经埋下伏笔 就可以获得很大的利润 那为什么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 不能这么做呢 那首先我们刚才说到呢 很多时候呢 结果往往是出人意料的 比如说像今年的这个英国退欧 包括这次美国大选 在结果出来之前 几乎来看都是板上钉钉的 英国不可能退欧 美国大选也可能 也很有可能是希拉里获胜的 但最终的结果呢 却一次一次的 或者说是非常残酷的告诉我们 往往你之前预测 看上去很靠谱 很有可能的事情 还是会出人意料 所以说这就告诉我们呢 你再有可能的事件 最后的结果依然有可能出意外 所以我们不应该去猜 更不要去这个瞎猫 这个瞎猫碰死耗子 所以说对于这个问题呢 为什么那些大师敢去做 我想说的是 首先我们不是大师 我们是虾米 那对方之所以能够被称之为大师 在其光鲜的头衔背后 其实呢 意味着他有强大的资金 强大的人脉 更重要的是他强大的信息来源 那换句话说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炒房 你起码要懂得这个地区的规划 这个地区的布局 或者说这个地方 未来会不会变到主城区 会不会形成新的商业中心 那如果你能够提前知道这一些信息 那毫无疑问 你的炒房必将是成功 只是赚多赚少而已 那其实在金融投资里面也是一样 这个市场是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那很不幸呢 我们确实就是虾米 所以作为虾米 我们要有一个生存法则 就是呢 你不能硬着头皮往前冲 我们没有足够的钱 没有足够的人脉 更没有足够的信息 别人掌握着更多的钱 更广的人 以及更准确 或者说比我们先行一步的信息 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之下 所以我们不能去猜 因为猜对于我们来说 就真的是猜 但是对于那些大的投行 或者说投资家来说 并不是猜 对他们来说 几乎已经是非常确定的事情 这个呢 就是我们一直提倡的散户 特别是我们散户本人 不要去猜的一个根本原因 所以呢 总结一下 就是呢 由于我们太小 由于我们在金融市场里面 实力太弱 所以我们只能呢 跟在别人后面 切记冲在前面当炮灰 你跟在后面 知道还能活下来 还能吃口汤 搞不好呢 还能吃点剩饭 这话呢 虽然听起来不太好听 但是道理却是非常实在的 接着来看一下单个产品 首先来看澳洲股市 澳洲指数 昨天我说到呢 在30分钟线上呢 挣扎了三次 今天早上第四次 最终还是没能够守住 被跌破了 当然这是属于非常正常的 因为在上周 已经暴涨250点之后 现在呢 必定是有一波回调 那今天我们短期走势呢 基本上可以按照 5310点 这个跌破之后 可以挂单进场 或者呢 以现在的价格直接 现在价格大约是在 5303 04 可以直接卖空 第一目标在 5250左右 那另外一点呢 如果你要买入的话 则要跟昨天的价格 基本一样 是在5365的价格 挂单买入 再来看一下 外汇的澳元方面 那么我昨天说到呢 澳元的生死关头 就是在0.7550 这个价格 如果三天被跌破 那么澳元的上涨趋势 就告一段落 从目前来看呢 澳元还真的非常坚定的 是守在了0.7520之上 并没有继续下跌 那既然没有下跌 那就有可能反弹 所以从我们今天短期来看 我们选择的挂单 可以设置在 0.7595的地方挂单买入 空单设置在 昨天的0.7530 来挂单买出 就是昨天没有跌破的低点 再来看一下欧元方面 那我们昨天说到呢 欧元这个败价子 是天天下跌 天天创新低 昨天也不例外 再创了一个新低 简直是让人吐血 你要是手里拿的是欧元资产 像欧洲那些国家的富豪 真是现在呢 财产直接是缩水 大约是10% 那么既然缩水了 也没办法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策略 欧元现在在目前短期 看似有一些小小的回调 但是呢 在最终爬上1.0920之前 欧元弱势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我们今天依然以创新低 卖出的方法不变 如果1.07被跌破 我们顺势做空 第一目标看在1.05 那如果激进的话呢 你可以在1.0830的方向呢 也就可以 也可以进场 1.0830反弹 在1.0830我们可以挂单进场 保守一些 则要选择在1.0922才进场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现货黄金方面 那黄金价格呢 在过去几天也是成功的 守住了1.208这个最后的底线 今年6月份的低点 现在既然没跌破 很有可能会迎来一波小反弹 那仅仅呢 但是反弹要说的是短期的 因为这个黄金在一小时的 关键价格都是在1.262以上 距离现在呢 就还有35块钱的价格差别 所以今天呢 我们整体来说 以15分钟线超短线 可以考虑一下的话呢 买涨 如果这个买涨价格呢 是能够上了15分钟线 就是在突破1.234的价格之后 我们可以选择进场 当然你保守的话呢 还是以1.262为基础 空单 不论是保守还是基金 都选择在1.208 跌破了以后 我们留多一点 留5块钱的空间 在1.205挂单卖出 那么最后呢 我们要确认一下呢 是今天 在白天11点30分 澳洲央行会发布最新的 货币记要声明 到了晚上6点钟呢 德国的GDP预期值会发布 再到晚上的8点30分 是英国的通胀数据 以及呢 到了凌晨的12点30分 美国会发布他们的核心 零售业数据 因此 今天晚上对于欧元 英镑和美元来说 波动将会比较强烈 投资者呢 将会 将需要引起重视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再见 相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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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